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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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结果一个内讧不小心又让另外一个反贼莫名其妙的阵亡了 这一个人数优势就这么荡然无存了 好 他如果能秒掉孙策还好 秒不掉的话 不但人数优势荡然无存 在这个降面上的这个能力上 反正也是要完蛋了 一个黄盖已经快死了 是吧 灵火山已经翻面了 孙奔已经觉醒了 你说反正还怎么玩了 只能靠内奸了 我们这俩猜 这个赞马上王猜了也可以的 毕竟主攻够不着 如果主攻够得着的话就没必要了 好 这个主攻很神奇的这一通行动 通过灵魂禅传导打着黄盖求了逃 好 陆迅已经拼了 明知道你有激昂也要强描主攻 结果主攻的激昂教主人 黄盖自己自攻了 引刀自攻 内奸一看很配合的就开始打我们忠诚了 是吧 好 我们的两杀 看看能不能把吊蚕搞死 搞不死的话 那个也无所谓 有问题也不是很大 是吧 这吊蚕这么一搞 他这个灵魂主攻好像没有给他留杀 那这样貂蚕应该是完蛋了 应该是完蛋了 这个国家救的轮可能只是不想让主攻收 他可能想自己收 否则的话他肯定是被我们收了 这貂蚕是个翻面的状态 所以国家又断了杀 那就拜拜了 林类 这没有任何悬念了 如果他再救的话 大不了主攻收 是吧 好 咱们一个弃牌之后 再一个末制可以用寒冰剑搞国家 哎呀 这为啥不搞呢 这为啥犹豫呢 可能我们想着既然占了优势 咱就稳稳的打 在这种欢乐二位下我们是占尽优势 所以不要着急留一杀 留一伞一酒保命 好 国家这一杀咱伞又不伞 反正有桃子可能是这么想的 咱们留着伞九杀 好 我们这一拆陆迅 这一个九杀朝着拍水 结果人家很神奇 咱没有九杀还是对的 我们刚才这个搞法可以是先喝酒 可以先喝酒 先杀再喝酒 然后回后来末制一拆再末制一个九杀 搞死陆迅 不过安立卫 我们这样的没有这样玩也无所谓了 反正陆迅搞死了 反正国家那只能完蛋了 是吧 不过主攻一血四排 不知道手上的九桃多不多 这个冰凉春转 对国家的伤害还不是特别大 好 我们来了 啥都不能干 盘摩七过 主攻再来扒 扒国家的手排 然后开始进攻 一个红砂摸牌 再一个火攻 把国家 国家不打无限 很屌的样子 是吧 主攻是表示不要紧 咱就一血在这撑着 反正国家也没有距离 有距离也不一定有红砂 是吧 好 咱一个九砂 甭中了 再找主攻 成琴一下 国家死了没 直接完蛋了 好 这把我们的六号位蔡文基 就做的很不错 这个三号位的曹征的做法是 值得大家鄙视的 大家知道 孙奔主攻的忠诚 首先要爱惜自己 你不管你怎么选将 你选将 你可以选脆皮 但你打的时候 一定要爱惜自己 你千万不要随便冒头 尤其是在反贼一把牌行动的时候 你忠诚探出一个脑袋 那不是找打吗 你看咱就没冒头 咱这一部冒头处在演技位的六号 直接让七八号位 这一个活 刚刚反贼建立的优势 就随风而去了 好 我们果然得了MVP 主持练ID叫CEO CV教父 感谢他的投稿 这一则我们来是一个八号位的内奸 哎呀 孙权主攻八号位的内奸 还是有压力的是吧 而且我们选了一个脆皮 这是这种比较嘲讽的 比较有原罪的位置 选了一个脆皮类 看看这场会如何发展 不过关一屏的好是你不打索 老子一选反杀 你也是有点屌的 八号位还是可以选择试试看的 主攻先放了一个蓝文诺青 看看行情 我们把一个红杀打出去了 我觉得应该是打黑杀 毕竟红牌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一点 好二号位元素不客气的跳了一个反 对孙权一顿暴打 哎呀老挂挂了一个腾架 我们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是吧 好二章不知道跟元素是什么关系 三三线不懂 好这个佐词这一偷跳了是忠诚 不知道为啥要偷我们 好杀了元素一下 好然后回合外发一个挂石 一个放逐还是有点屌的 结果他下架正好是春哥 好春哥要搞佐词主攻拼死保护 打了一个无限 这一个决斗主攻又打一个无限 两个无限都献给佐词了 结果还是被春哥绝情掉了一血 不过那也是不错了 否则的话可能要决心掉 恩多血 好二章也是反贼 反贼的阵容有点强大 但是只要元素这个腾甲还在 咱就有希望 哎呦结果二章很机智的把元素的腾甲给拆了 他可能尿到咱冠一瓶 不会是什么好赢了 好徐玉跳了一个忠诚 杜逊应该就是反贼了是吧 好 这个佐词这一下子把元素给翻了 这个万键开的还是可以的 好这个元素表示二章 你什么意思为啥猜我的腾甲放万键 不过这也是啊 是吧 这二章可能考虑到冠一瓶的存在 但为什么不能先放万键再猜腾甲呢 这不太懂啊 不过反正啊 这个万键一放 佐词被翻面了啊 这种啊 不不是佐词被翻 佐词把元素翻面了 徐玉又通过铁锁 让佐词把张志华也翻面了 这个铁锁一截啊 咱就可以放心的搞张志华了啊 然后又杀了徐玉 让他补补牌 可惜啊 现在只造成了两点伤害觉醒不了啊 只能等下轮再说了 好这个主攻先挂方电话机再火攻是吧 这感觉这些人排序都不是很完美啊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你火攻成功了啊 咱就不多说啥了啊 好 光着春哥倒下 我们能把它传给佐词 然后再打这个元素 元素表示这二章实在是有点傻是吧 好 看来主攻是传了一个桃子给佐词啊 然后再开蓝蛮啊 那这样的话就有点狠了啊 还有一个桃子就徐玉 哎呀 这祖宗方配合玩的飞起啊 眼看反抵要甭啊 那不要紧是吧 目前来说 祖宗应该不会去读咱们是主吧 兄弟是也佐词啊 不会读咱们是类啊 佐词也有类的可能是吧 把我们摁死的可能性不大啊 待会咱们医学发飙啊 血迹两个人可以把场子给给控回来啊 好 这个佐词把穆罗马传给元徐玉啊 他这个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毕竟徐玉不像类吧 那一般人眼底徐玉 类的可能性是比关于平类要低很多的啊 而且他也猜对了 好 这个陆迅点了托管 反正已经失去心 有可能他这个托管是用来逼 逼这个内奸行动的啊 完全是有可能的 好 咱们来了啊 这一喷二喷这个元素 跟佐词啊 看看能不能把元素给收了啊 咱这意思是反正就把元素人头给我们吧 好 咱们这完了佐词看放逐谁放逐徐玉是吧 他觉得我们再杀他的话 还有桃子可以把群群翻过来 但是啊桃子没有这么多了啊 咱成功的击杀了 佐词忠诚同时觉醒了 把二张身上的青龙怨眼刀 强行给霸了过来啊 这是咱们的这个这个龙抓手啊 或者叫做什么忘记了啊 当时是天龙八木里面的这个乔峰的一个武功啊 应该不是龙抓手 反正是可以凌空一抓就可以把武器抓来 好陆迅虽然脱管了 但因为有二张并没有放弃是吧 所以反正方的人力也没有太大的削弱啊 咱们不客气的直接把陆迅给收了啊 然后再一杀又把群群给带飞了啊 这样的话就有点屌了啊 这种主类反的情况下 反正这种啊 血量啊 孙权也是这种血量啊 但问题不大啊 很有很简单的就可以把反对给啊 这样砍刀切菜的啊 带飞啊 二张一看想拉拢一下孙权 也想过过牌是吧 给了孙权一个雌雄装剑 咱们是续爆了三个红牌 还有两个红装备啊 那肯定是每轮一血迹啊 这毫无悬炼的啊 二张的人头 要么就被我们收 要么就被孙权收啊 那我们还是争取啊 我们来收这个人头啊 被孙权收的话 还是小有点压力啊 但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啊 因为孙权比较怕这种进攻型的啊 进攻型的对手 何况咱的准备比孙权要充足啊 孙权是一个两血的状态啊 咱们又是一个满啊 三装备四手牌啊 又是又是一个满血的状态 那如果公平单挑 我们应该挑明孙权 比较有信心的啊 这一杀一血迹是吧 这这这这这红牌这么多 肯定可以保持好几轮的一杀一血迹 那里孙权有多少啊 多少的血啊 能扛得住呀 好这个杀我们 我们都没有无蟹啊 过猜我们都没有无蟹 咱无蟹只是来保过那个勒不思蜀的啊 那一定要保证咱们的行动就行了是吧 这一轮行动果然啊 一杀还没有血迹 主公就在嵌血状态上 被我们打飞了啊 好这把冠一瓶内奸发挥还是很不错的啊 我们在八号位左边一个忠诚 右边一个主公还是比较惬意啊 南蛮入侵流弹把我们打到一血 正好助我们血迹的这个权力发挥 即使场子要崩了咱也能够一个啊 这个看父亲的力量把场子给拉回来啊 好主角ID风一冷感谢他的投稿 好这回啊这场又是一个内剑啊 看看主公是哎呦 这主公还来一个非主流群马超主公是吧 这个主公还真不知道怎么样的啊 个人感觉应该是不太好 毕竟没有什么防御力 但虽然被打伤了可以一杀多啊 一杀多但是你呃 毕竟啊你杀多个反贼 你只要有呃一个反贼能把你打死你就完了是吧 好东云跳了一个反贼一个九杀就是拆牌 好组合拳看看这个赵云应该也跳了这个反贼 他没有顺东云也没有搞东云 而曹真又出现了 看这把曹真的发挥 是不是比第一把要强一点呢 好吃了一个桃青钢剑一挂怕摸气过啊 不知道他这个青钢剑是要用来坑谁 灯爱不管是三七二C啊 先把曹真打了再说啊也比较诡异是吧 好曹真要不要坑我们 他说我们就那么应该被杀那不管那么多了啊 别人要杀你只能说算你倒霉啊 我们又杀了一下左慈 在我们眼里有称曹冲化身的左慈才是醉狼人头疼的啊 他也跳了一个反是吧 好连九都气了 你说他手上是啥好牌啊 成功啊他跳了一个中 那这样这样的话 主攻是可以一杀二的啊 这个成功这个这个名笨啊 主攻正好被左慈打掉了一个血 直接指向东云跟左慈两个人 左慈表示称相毫无压力啊毫无压力 好马超来了回合内还可以一杀二是吧 在东云左慈又这么一杀 左慈再撑一个桃啊表示毫无压力啊 又是毫无压力啊 又是毫无压力 好董云来了 朝真并没有坑 董云啊挂了一个简易马 开了一个篮板啊 我们我们甲徐表示很爽啊 你篮板直观帅啊 我们亏篮不动啊 好左慈肯定是死不了的 是吧 董云这个无限不知道打了啥意思 登岸这个无限就更不知道啥意思了 十九八九是为了吞铁 你总是桃子多的呢 他可以会怕你这个蓝蛮目 好这个马超再败一滴血 待会要一杀三了 好不过这一血一卖 董云可以拆一张摸一张还是很惬意的啊 好赵云直接气了啊 这个杀伞都气了 曹真他也不敢动了啊 不过曹这个 这个登岸这个跳浪的身份之后 曹真应该是反贼啊 让登岸觉醒了啊 那这样的话 他会不会把这个轻干键扔出去 过来这个施敌啊 登岸是不能使用黑色的啊 拿这个牌 但是他可以用黑色的田 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个黑色的田他是可以用的 好 这个顺 曹真顺了这一个火功命中了 曹真还死不了 记得有个Q点的桃啊 这一撑又是一个桃啊 还撑了吴忠啊 估计祖宗帮要哭了是吧 好登岸黑色的沙不能出 红沙也不能用啊 被曹真河外搞了下啊 咱们就直接气了啊 不给佐世爆发了机会了 这家伙 淘的越来越多 还有这个吴忠是吧 好佐世来了一个火技 但四又八有他是他是要带飞啊 马超的是吧 好啊很机智的 铁肉连环连冬云啊 冬云啊 额外指定一个目标是吧 那这样的话 佐世收了冬云 还把主攻也缠了 这个万剑删不了成功 但佐世的目标显然是马超啊 那这把还怎么玩啊 佐世这个12张牌 开火计 马超得几个桃子才扛得住啊 佐世烧 蓝烧吧来了 我们一个无蟹又来了啊 好马超有一个桃子 好像成功还有一个桃子 哇等下还有一个桃子啊 这还是有点屌啊 有点屌 好佐世剩下的全是一把黑 被一个加一把给卡住了 咱们算是逃过一劫 佐世表示我错了 是吧 气哭了 运气实在是太不好了 好这时候四仇 还是只能一杀二 毕竟这个另外一个反贼赵云 马超不敢搞啊 好这个佐世死了 马超就不敢啊 这个一杀二了 是吧 杀了赵云 或容易被冲啊 只能这个把自己的技能给忘掉啊 叮叮叮 大概不是啊 他后面杀是没法指定赵云了 因为他血量比赵云低啊 这一个诸葛连鲁是够不着赵云的啊 当然他即使够着了 估计也是不敢搞赵云的 好赵云这一个九杀来了 现在是祖无禅啊 这个忠都活着 反贼是一个啊 这个形式对我们来说有点像死局了啊 我们还怎么控场 我们还怎么赢 怎么样同时干掉 两个忠臣又不伤到主公 又能把这个满血的反贼赵云给搞死 现在对我们来说难度是相当的大 好主武这个加一马 让我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啊 好赵云这个决斗又砸了脚 表示他又没杀又没闪了 邓爱肯定要上了 也可能他留着一个杀不敢动啊 不过邓爱还是比较紧实不敢搞是吧 好咱们火攻一下邓爱 邓爱是有一个桃子的啊 有一个桃子 他们想了想 还是没有敢放这个乱舞 好这个赵云看来确实没杀没闪了 主公完了一下啊 跟这个主公搞了一下 好主公在一杀啊 赵云两杀赵云赵云直接死了 我那个雪了 我们还打个毛呀 是吧这这这后面还是挺难的 是反贼全死光啊 两个忠臣全在 还好只有一血 但邓爱这个桃子吃的我们呢是 暗蓝神伤呀 这五股丰登还好 他拿的是黑顺手是吧 他拿黑顺手 显然是为了不让我们拿啊 因为他三个人 任何人拿了黑顺手都没有太大的作用啊 好我们来了一个黑顺手 可以顺邓爱了啊 只能赌了是吧 有无限咱再无限一定要把他的手牌送过来啊 送了一张借刀杀人 咱们再把成功的这个古灵刀借过来 看能不能杀中邓爱 那堵了就是你叛黑 好这一杀中 咱们再一个乱舞成功 死了 马超一血了 邓爱直接死了 还刚刚还说的 是死局 结果瞬间被我们给破了啊 直接进入了单挑 好这个单挑 咱也不能大意啊 虽然他只有一血 但他有目流流马 他还有人王盾 是吧 咱这一个红沙下去 起了作用 直接把马超带飞了 不行 咱还有一个决斗里啊 这个目流流马的东西 看样子没人叫到主公的命啊 咱们瞧一眼啊 这个主公的目流流马里是啥 哎呦 看见没有啊 帷幕神迹啊 这目流流流马里全是黑脊狼 冰凉春断 南半路心 顺手切羊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是吧 不得不说 贾大爷的帷幕啊 就是这么屌啊 好主持人叫爱迪叫杰傲王子 感谢他的录像 好最后一把 我们再来看一个内奸啊 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屏幕稍微宽了一点啊 那这么啊 这么说啊 这个内奸是谁 大家猜到没有 哎呀 可惜啊 他没有选这个神诸葛亮 是吧 我帮他选了神诸葛亮啊 可惜这个主持角 因为我把内 这个左边调宽了一点 大家知道应该就是佐词了 因为佐词的化身出现之后 他会呃 录在左边多一点的位置啊 好 这个主公再次选择了非主流的孙赏香啊 有点屌 一上来就打二位的福王后啊 福王后求援了徐玉啊 不知道是什么套路啊 但是跳了一个反贼啊 好 福王后被削弱之后应该没什么特别厉害的 是吧 我们作为这个内奸推他来 是一点都不怕啊 好 这个啥咱不闪啊 他正刷来了一个这个化佗的化身啊 这个有点厉害了啊 好啊 咱们这一个青狼发现没有 咱们非常的有人道主义精神啊 没有青狼自己啊 青狼这个孙赏 孙赏 孙赏表示你青狼自己还可以多存一张红牌 这是啥想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主角当时是怎么想的 反正他就去青狼主攻去了 而且还让自己扫存了一个伞啊 遭到了后面两个反贼的疯狂激活啊 好 大家知道好心有好报呀 我们虽然刚才没有管自己啊 而给身上枪搞了一个青狼 马上得到了曹瑞的照顾呀 你看这个灰拓给我们判一红 白白的让我们涨了一血是吧 好了 这个杀我们肯定是啊 用这个伞提救的啊 不会直接伞可以多刷一化身 好 黄云英上心病亡 再来南岡露青啊 结果曹瑞又给我们判了一个红是吧 他即使判黑 让我们随机摸一张牌 我们有50%的几率摸到一张红牌是吧 所以说我们虽然放弃了给自己回血 而选择给主攻回血 但是我们赢得了忠诚的信任呢 是吧 而且这个主攻还告诉曹瑞把所有的牌都给我们 是吧 可见啊 我们赢得了忠诚的信任 还赢得了主攻的信任啊 好 曹瑞被一个九杀带飞 我们实在是救不了啊 实在 蔡夫人说你小心他不救你啊 因为蔡夫人已经知道我们是累了 但是我们是真的有心无力救不了啊 曹瑞应该明白了 他给我们全是黑啊 只有一张红啊 是救不回来的 前面没人救了 咱们肯定是救了也是白救了 好啊 这样的话主攻也给我们那碎了一发 是吧 赚宝了 一下子多来了五个华生 曾经 那个防守的有小乔和华佗 进攻的还有黄忠啊 然后那个还有高顺啊 看这回咱们来了一个猎公 两血猎公啊 这个忠要把蔡夫人给拙了吗 啊没有啊没有 咱们没有中蔡夫人啊 而选择了中福王后 还是比较厚道的啊 好 那第二次是一个九杀 因为是冥剑的效果 可以出两次杀啊 这样的话 反正方求两个逃啊 把黄云给带带飞了啊 现在进入了这个六人局啊 咱们作为这个内奸 还是挺卖力了啊 回到外再挂一个急救 虽然咱只也只有一张红 只能挂个急救 那这回呢 咱是真不想救了啊 才能求到就不救了 实际上救一发也行啊 因为王毅还要动啊 当然不救也可以 王毅他现在被个家里马卡着 他动也动不了 是吧 想杀这个徐运一下 结果徐运不知道怎么回事 正好是这个离线了还是卡了 本来可以给福王后补牌的 没补承认是吧 我们也算是占了一点便宜 好这个决斗下去 王后倒下了啊 他表示碰到狗队以后啊 不知道徐运刚才是哪根精 不对啊 好了咱们又要裂弓了啊 有杀 自然是来裂弓 这个天手连环 王毅直接不给咱机会啊 死了啊 这样的话替我们省了一杀呀 这一杀直接在把徐运给带飞啊 王毅可能是以为我们有属性杀 是吧 所以才这样搞的啊 如果我们有属性杀 王毅刚才不自杀 我们属性杀徐运传到那里 我们还可以多摸三刀牌 实际上咱没有属性杀 刚才骗了王毅一下 使得咱一回合带飞 两个反直接跟祖宫激动单挑 这样的话咱就妥了啊 祖宫是挑不过咱的啊 咱的化身非常的神奇 祖宫抢我们的这个八卦阵 等于是白下 咱列宫的处在下 你拿八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当然你拿寒冰剑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现在列宫也是不受距离限制的啊 你说屌还是不小屌是吧 好那再一个列宫没有杀了 再用杖八十毛来逼 轻松的把祖宫给拿下 这把我们佐持的控场还是比较打下的啊 比较轻松的 尤其是一开始 我们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 非常的忠心 不给自己加血 要给祖宫加血 结果发现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事情啊 这个让忠诚曹瑞给我们回了两血不说 还把他所有的牌塞到了我们的手上相当的滋润啊 好主角ID叫狡猾独蝎 我要取这个ID啊 这样的ID 在这把玩起来 确实可以说是这个柔中带杠 或者说秘里长刀 笑里长刀啊 好感谢他的录像 这个录像部分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继续砍砍三国 好今天是最后一次砍长满坡了 是吧 上次已经说了差不多了 上次那个说到刘备在遭遇了最低谷 靠着赵 虽然靠着赵云救出了他的儿子跟夫人 但是他的事业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了啊 很多人对他失望了 其中就包括徐树啊 但这个同时很多人对刘备失望啊 自然很多人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好曹操了啊 这个文聘就是其中之一啊 文聘我们知道他后来是替曹操镇守那个江夏军啊 那因为江夏军是共被魏国跟吴国共同占有的啊 文聘那江夏军大概在这块云梦县孝赶市附近啊 他自主在这里 但是呢 他一开始替刘表打工的时候 刘表占据荆州的时候文聘并不是正守江夏军的啊 因为文聘是南阳郡的这个晚啊 晚城县的人啊 刘表这个史书上并没有说刘表让文聘正守在哪里 反正他是让文聘正守北方的啊 所以说刘表是让文聘在北边的啊 荆州北边的地方防御曹操的是吧 然后在刘从决定投降之后 是要拉着文聘一起投降曹操文聘 一开始是没有答应的啊 我们知道像那边什么款月啊什么啊 蔡茂啊 什么刘仙啊 傅迅啊 什么韩松啊 那帮人是巴不得啊 赶第一时间投降曹操 但文聘那个时候却并没有这么做啊 一他是对刘表还是有点感情啊 二他并不看好曹操能够席卷荆州是吧 所以那个刘从叫文聘去文聘没有去啊 但是在长刘备兵败长板坡之后啊 曹操基本上啊 已经啊这个取得了对荆州的绝对控制权啊 长远坡在这里刘备败了之后 跑到这个汉京渡口是吧 关羽本来要去这个江陵啊 抢占地盘的一听说出了这事也带着兵回来了啊 在这里跟刘备回会合 然后他们就一路顺着汉水跑到下口啊 也就现在的武汉市了啊 在那个刘骑就在那里接引他们 然后这时候曹操就直接啊 这个带着亲自来到了江陵是吧 可以说现在这个蓝阳郡啊 这个这个蓝郡的襄阳市啊 那个不是襄阳县和江陵县都被曹操给控制下来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荆州的郡啊 对这里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荆州的几个郡 这里江夏郡我没有画出来 这里是蓝郡啊 蓝郡的这个地方 襄阳和江陵是两个重要的城池 现在都归曹操了 这四个大家都听说是金蓝四郡 后来被刘备啊这个攻占了是吧 这个时候也席卷而下啊 知道这个刘备打金蓝四郡的时候 里面四个太守都是表面上是臣服曹操的啊 都是对曹操表示了臣服的是吧 所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啊 只有江夏郡啊 江夏郡没标出来 大概应该就在这个这个这里 校感是武汉市这一块 只有只有江夏郡啊 没有向曹操表示臣服 而啊 这个文聘故意就从南边撤到江夏郡去了啊 就从北边撤到江夏郡去了啊 但是文聘看着刘备已经被打成这个熊羊了啊 曹操都已经直接占江杀到江陵了啊 金蓝四郡都都已经伸出橄榄枝了 文聘觉得已经没必要再坚持了 那肯定是曹老板啊 是最大的赢家 很有可能他就要统一天下了 所以这个时候文聘也向曹操表示了臣服啊 曹操还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 当然这不是开玩笑啊 这是一句非常呃这个严厉的质问了啊 即使他口气比较轻松 但这个这个问题绝不是那么轻易回答 能够回答上来的啊 但文聘却回答的还算啊 比较够意思是吧 他表示我非常的呃 我应该为刘表尽忠是吧 他对刘表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毕竟刘表让荆州和平了18年啊 里面老百姓安居乐业了挺好啊 所以文聘觉得他没有做到保尽安民的责任啊 然后那个哭的很伤心是吧 那个曹操也感叹了一下说是忠诚的 当然你能这么玩 背景是你要有足够的实力啊 你没有足够的实力 你敢这样搞呢 曹操直接扣了一个帽子啊 这个这个我老子众众望所归啊 你居然说这种话 你还怀疑刘表 刘表谁都知道啊 那是一个无人的漂亮的草包 是吧在荆州这么待着了 显然跟着我曹老板更有前途啊 但因为文聘比较留 曹操愿意给文聘保留一点面子是吧 所以没有说太多啊 反而夸奖了文聘 文聘呢也接过了曹操的这个台阶 也下得很舒服 从此就心甘情愿死心塌地的跟着曹操混了 后面的事情啊 就要马上进入到赤壁之战了啊 我们知道这个刘备跑到江夏跟刘齐会合之后 后面就开始冬联孙权了 而据史书上记载鲁树似乎在长满坡的这里就碰见啊 刘备了啊 鲁树是敢去给刘表调咽的来探探口风的啊 结果发发生了这场大战啊 他赶快去找刘备去 然后在长满坡的时候碰到刘备 不知道那个时候刘备是不是最狼狈最悲哀的时候啊 然后鲁树就跟着刘备一起到了这个下口啊 并且然后谈了一下啊 他一谈合作事宜 刘备觉得非常靠谱 于是他跟诸葛亮随着鲁树来到了恶县啊 就是孙权的地盘 后来又派诸葛亮啊去财商啊 再和孙权见面商谈啊 一起联合抗朝是吧 后面那一场赤笔之战啊就要来临了 那知道这场赤笔之战啊 那可是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罗生门是吧 这按照曹操的说法呢 咱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啊 咱就没有输啊 只不过一点小小的损失而已啊 然后我很不巧的士兵生了命 我自己烧船走了 让这个咒语取得了威名啊 但通过咒语和刘备方面的描述来说 赤笔之战显然是一场大这个酣畅淋漓的 以少生多的胜利啊 好啊我们下期就接着来看看赤笔之战